《音樂創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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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這個影片 跟各位分享 我們上冊最後一個單元 我是音樂創作家 在我們進入到內容之前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句話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蠻震撼的 這句話就是 我們是不是在二十世紀 接受十九世紀的教育 他交給二十一世紀的學生 回想一下好像適合了 所以 我們如果是一個教育工作者 我們到底在教學的場域 要帶給學生 怎麼樣的東西 我們還是在二十一世紀 一直複製給他十九世紀的東西嗎 這是我們可以去思考跟心思的 假設我們要撇開這東西 我們真的要帶給學生二十一世紀的東西 那什麼東西是真的二十一世紀的學生 應該要知道 當前我們最該解決的東西 那我們可不可以在音樂課 讓學生去探討 所以在這一刻 我就大膽放入了 聯合國永續發展的十七個主題 我們要在音樂課 來呈現這些東西 消除貧窮 消除飢餓 性別 平等 或者是公平 正義與和平 太有事了對不對 老師一看到就覺得 這我不可以 沒辦法 這太難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這個就是我想要跟老師們分享 當然這個部分我也都在課堂上實際創作過 它沒有各位老師想像的這麼困難 所以我這邊就跟老師分享一下 這個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的十七個目標 那我覺得如果我們要在二十一世紀 帶給二十一世紀的學生 什麼樣一個教育的概念 或是內涵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這些重要的議題 那老師們就會覺得說 這個在音樂課要怎麼做 好困難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設計了兩個創作的活動 第一個就是讓學生用iPad來進行主題的創作 第二個就是用Body percussion 我們在前面第三章有提到的 用Body percussion來呈現這樣的一個主題 在我進入到第一個iPad創作之前 我等一下會先講Body percussion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很多老師聽到說 iPad我們學會不能用手機 我沒有iPad 他可能就覺得這個課本不能用等等 所以我等一下會先從Body percussion開始 這大家都可以做 你即便利用手機 每一個人都可以 因為你有手 你有腿 你可以拍桌子 怎麼樣我們都可以直接用Body percussion來開始 好 那在進入這個之前 在這兩個活動之前 我有先引導 在課檔上 課本內容有引導所謂的具象音樂 具體音樂 就是例如薛費 他去入火車的聲音 然後把它拼走 他就是音樂了 不然我們在課堂上跟學員講說 我們來創作的時候 學生會說 老師我不會 老師我不行 老師我沒有學過鋼琴 老師我沒有學過小提琴 但是我們要跟同學說 有好多好多種音樂不一樣的表徵方式 例如具體音樂 或者是陳建林的海洋 他也錄海洋的聲音 來做海洋的意象 或者是柯芳榮老師 他也用強號的滑奏 或大提琴來分別表徵 不一樣的他想要傳達的意念 或者是樂曲的樂念 所以沒有這麼困難 所以前面我們有做這些引導 當然我們也有引導一些古典作曲家的做法 例如校方的海洋練習曲 或者是分下的東呼續曲 做一下怎麼去營造這個海浪的意象 所以他沒有這麼困難 好那我就先來說明一下這個Body Percussion 我們要怎麼樣帶領學生 用我們的肢體節奏去表徵這些主題 首先我之前在呈現這個單元的時候 我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去看一下學生的國文課文 學過哪一些內容 然後有哪一些東西是用具象的東西去呈現這個抽象的意念 例如學生學過琵琶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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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象的大小聲 強弱 或是人的多垮 來呈現裡面一些平等不平等 或者是有一些意念 其實是可以的 我這邊課本上舉了三個例子 那也是之前我在課堂上有讓學生做過的 那我把他們呈現的東西 用文字來讓老師們清楚 它其實沒有這麼困難 我照這個順序 最上面是一個經濟成長 關於經濟的這個概念 他們首先用很多動物的叫聲 例如雞叫聲 就直接學雞叫聲、牛叫聲 來模擬異級產業 然後到了二級、三級產業 他們開始用腳踏步聲、拍手、吵雜、推擠聲音 去模擬工業的聲音 最後他們用嘴巴發出氣泡的聲音 來呈現那個泡沫經濟一夕消失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呈現的經濟的這個部分 所以沒有手機可不可以做?可以 沒有學過鋼琴可不可以做?可以 沒有學過鋼琴可不可以做?可以 沒有聽過音樂可不可以做?可以 完全都可以 那第二個 可負擔的一個人 這個我也蠻喜歡的 這一組的學生 他用那個flashlight 他裡面那個音樂的節奏 去呈現代表表真能源 因為我們知道flashlight就是燈 所以他用這個節奏去表真這個燈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們最後呢 一組八個人也是一樣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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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舞台 到最後燈關掉 什麼都沒有 他說他們是學那個 海盾的告別交響曲 第四樂章 他們要呈現 如果我們不愛惜我們的資源 最後所有的人 所有的動物都會消失在這個地球上面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沒有學過鋼琴 沒有學過小提琴 還是一樣可以做 再來全球夥伴 這個我也很喜歡 這組的學生 他用籃球運球的聲音代表美洲 然後用網球的聲音代表歐洲 然後用跑步的聲音代表非洲 然後用跆拳道的聲音代表亞洲 所以他代表不同的周邊 去表真這個全球夥伴 所以這個是大家都能做 那我再來回到這個iPad 老師們真的不用那麼擔心iPad 有沒有iPad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我自己最開始讓學生做iPad的時候 其實只有我自己有一台iPad 跟我自己的手機是iPhone 然後讓學生輪流來使用 尤其iPad 手機因為比較私人 可是後來陸續續 因為學校的主任知道 我非常用心在經營這一塊 所以他們就用一些優質化的獎金 去幫我再添購了兩台iPad 所以我總共就有三台iPad 三台iPad 因為現在一個班人數也不多 就30個左右 甚至有一些更少 所以如果我們讓8到10個同學 可以分組進行的話 我最開始就是這樣子 到後來我變成我有40台iPad的時候 我也沒有讓每個同學都去做iPad 我還是希望讓他們可以分組 可以去分組 那如果老師沒有iPad 學校沒有iPad 學校沒有iPad 我覺得目前的情況應該 我覺得蠻少 但是我們還是不排除 但是學生們可能自己也會有這個iPhone 所以後面近幾年 因為我自己 iPad也是一台 然後手機是iPhone 但是我近幾年的教學 如果會用到 基本上我也沒有提供我自己的東西給學生 我也沒有去資訊組解 除非真的有必要 那以我的狀態就是 其實一般30個人裡面 就我所知啦 其實大概會有10 1 3到1 2的學生會有iPhone 所以讓他們分組 6個人 7個人 8個人 只要每一組有1個人有iPhone 其實是一個解決辦法 如果假設沒有iPhone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個活動 最主要是引導學生去做一個全球視野的思考 不是真的要為了iPad 因為我讓學生去做這個活動的時候 是讓他們去想 什麼聲音可以表真這個主題 例如我來看一下 OK 消除貧窮 這一組我用的例子 這也是學生做過的 消除貧窮 他們去錄什麼 錄音樂的哭聲 因為他們認為可能 哭 就代表一個貧窮的意向 這學生想的 那OK 好 有這哭聲之後 因為我們可以用iPad去做 所以我把這個聲音錄到iPad上面 然後呢 再去用iPad去做編曲 它就完成了 它就完成了 如果沒有後面那個iPad OK嗎 我覺得也OK 就讓學生去錄或去找 或去網路上去YouTuber去找哪一些聲音 他認為什麼聲音可以表真這個主題 我覺得我們的教育的意義已經達到了 真的不是那個iPad有沒有真的不是重點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系列評論 OK 我的學生他是用那個 Beyons的那個 If I were a boy 這個曲子 這個 If I were a boy 這個東西 就這句來當作開場 去承認 因為我目前的女校服務 所以我們的學生用那個 If I were a boy 當開場 我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他也不是去錄 然後這個也跟iPad無關 就是他把那個 If I were a boy Beyons用YouTube把它錄下來 好 但是因為他有iPad 所以他可以去做後面的編曲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這個意向的呈現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部分 好 可以帶學生去做一個思考 然後來 這個組的學生 他把這個東西把它放在印度 因為他認為印度目前 有比較嚴重的這個 性別平等的這個問題 好 我們看最後一個 這個 進水與衛生 這個主題 進水與衛生 這組的學生 是去錄那個馬桶沖水的聲音 進水與衛生 進水與衛生 所以我覺得這概念非常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好 然後一樣 再去用iPad去做編曲 好 所以呢 我再重申一次 我們這個活動 真的跟iPad無關 真的跟iPad完全無關 重點是引導學生用這個 永續發展的議題 我們引導學生去認識這個議題 那當然音樂跟聲音有關 好 所以我們就是去讓他們去找這個聲音 如果停在這裡 我覺得也很棒 他們去把這個聲音去拼湊啊 或是用手機把它播放出來 去做一個分享 我覺得那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如果時間允許 那又有這個載劇 那當然我們可以把它拉到iPad做編曲 那又是另外一個Level 如果都沒有 那也沒關係 我們有另外一個活動 Body Proculture for SDGs 好 那不管是哪一個活動 這邊又來 都是可以上傳我們的學習歷程檔案 所以老師們就初期 如果可以follow我們的教材的話 或者是你從這個東西 再去延伸成自己的 要讓學生做的這個學習歷程 我覺得就很方便 就不用再去額外去上腦筋 到底不是這堂課 要給學生做什麼 學習歷程檔案 所以這本書 這一課 就有兩個部分可以讓學生做 那再加上剛才用國文 課文的文本來做Rap 總共有三個 那一個學習 只要上傳一個就可以了 所以老師們可以再去彈性的做選擇 好 以上就這個部分是關於跨域創作的單位 別忘記了 因為忍衾 你去延伸 教士 你去延伸